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是明镜编辑部节目10月15号 那么今天是我跟陈丽简教授 关注美国大选的最新动态的节目时间 请我们的导播先将陈教授请进来 陈教授您好 你好 两周一次正好呢 这个大选进入了比较叫做 我们标识叫每日旌旗时刻 那么今天请你来跟我们观众来谈谈旌旗事件 以及对这个大选的影响 好吧 那么我把话筒交给您 今天这个旌旗这个事 小平老师你跑不了 因为今天你跑不了 你想跑也跑不了 今天涉及到好多民调的事情 这一方面民调这块我只能看 我没干过 你可是真干过的 所以说 我要是说错了哪 觉得你觉得漏不住了 或者是怎么着呢 你给我停住 然后你就把你那经验补上来 那是最好的 然后最好你再说说国内的事情 你知道吗 就是说做民调这些玩意儿 然后咱们就挨个咱们就慢慢聊 对吧 好 对呀 你刚才也点到民调 现在民调老说川普 说拜登如何领先川普 那么我们就请从这个地方开始 行 首先 咱们慢慢说 反正咱时间有的是 对吧 咱慢慢说 我呢 这是我的想法 就是我把我当时对民调怎么判断的 呃 就是哪个民调可以信 哪个民调不能信 然后回头说 为什么我们这么信 我就跟大家这么说说 就是这是我的思维轨迹 呃 如果我的思维轨迹 你觉得哪有啥问题呢 可以提意见 就是说呢 这我觉得我的思维轨迹就是这样 我看到这个民调啊 我呢 根本的态度是 我是 我其实啊 是比较相信民调的 我说实在 我是非常 我是比较相信民调这些数据的 你知道吧 我不是说上来说这个民调说了 我就啊 这个是假民调不看 然后要么就是扭头看一看 比如说 说那个跟朋友说啊 我们小区里全是那个川普的牌子 川普今天没问题 那个都没有用 就你那么说话都没有用 另外还有你到网上 你像那个推特 你到推特上边跟踪几个 那个那个那个 找几个人 然后回头看人家都怎么回帖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你知道吧 哎呦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呃 我的确注意到推特上边有 就是民主党的一些支持者 的确有一些这个异动 你知道吧 这个我可以一会讲一下 但是呢 就是说呢 你不能够用 就是你不想看 好比说这个民调 我看到的结果 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不喜欢他 我就不看他 或者说我就怎么着 那那那那那不行 这咱不能搞这个 就是说这个掩耳盗铃 或者唱衰 这个你自己唱衰 也没有什么用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一般都是很相信民调的 我看到民调之后 我就比如说打开民调看一看 因为我不能 我也咱也都知道 这民调里边有什么 这个呃 有很多的这个弯弯绕 是吧 他这个有些信息 他不给你贴出来 然后这个以前 我记得咱们说过多少次 呃 像您做民调 我不知道怎么做 就是我估计他得说 你比如说 你最先得定下来 是是民主党是多少 我抽样 共和党是多少 我抽样 然后这个等等等等的 就就就就这些玩意儿 然后呢 我呢 看了这些信息 然后呢 我呢 还是那个咱们上次 咱们八卦 对吧 就是你得听多方面的这个信息 而且他这个有的信息 不光是数据 你要是光是 好比说你光是你眼前 这些数据都摆在你眼前 现在可以说在网上 你可以找到无数的数据 这些数据都摆在你眼前 由咱们老中来说 对于咱们老中这个社区来说 这个搞统计啊 搞什么这 那的 这个就搞理工的 这些老中社区 那简直人太多了 呃 分析个个把这样的project呢 都不叫事呢 很快就能分析出结果 但是来讲呢 我就跟大家提个想说什么呢 现在这个结果太多了 你知道吧 就是或者说一样简单 你要光信CNN的话 你就把CNNNBC啊 华尔街日报的民调 拿出来一笔 哪个州啊 这个州谁领先 那个州谁领先 然后回头一最后一列 那铁定是川 那个呃 这个拜登赢啊 这是蒙说的 那你回去自个儿信就完了 这这你说 你说那还问个什么劲呢 对吧 你你都你都相信拜登能赢了 回头你都把那个数据 你都给做一遍了 你都觉得拜登能赢了 那你就对吧 就没有必要就是说纠结了 就说你那天该投票投票 该该在家待着 或者是怎么着 或者说是有的朋友们呢 这个这个这个 我呢 咱们这个节目呢 因为我是川普支持者 所以我呢 就是跟川普这个这个的朋友们 支持川普的朋友们呢 多说两句 就是说什么 不要管他那个票 不要管他那个民调显示什么 没有一票是多余的 每一个人都去投票 没什么说的 就是说你你 而且你要去投票 你得记住了 这个票 你得是投在 尽量在投票机上投 你要如果实在那下出差 或者是有什么事 你不想去投的话 你投A3T ballot 也是可以的 你知道吧 但是来讲 你必须得track 确认你这个票 人家收到了 你知道吧 就是确认我投这一票 是我投的 而且这没有一票是多余的 你不论你来自马萨诸塞 还是来自这个俄亥俄 还是来自肯塔基 还是来自这个San Francisco 这个你在San Francisco市中心站着 你都要去投票 就是说这个票有几个作用 第一就是你这票 就算你觉得你们州没息 就是我们州是 我投的一票也没有什么用 这个想法不对 你第一你可以帮助川普总统 提高他的popular votes 就是说提高他的全国 这个popular votes 其次你投的这一票上面 有你们学区委员 有你们地方法官 有你们当地的议员 然后这地方法官 他可不是 在这个议员手底 名字底下 他会有一个Republican 和Democrats 但是在法官底下是没有的 你做些研究 哪一个是保守派法官 哪一个是那种坐在法官位子上 他开始自己解释法律的那些法官 你把这些都弄明白了之后 你争取把保守派法官推上去 所以我跟你说 没有一票是多余的 不要以为我这一票投了 也没有什么用 那你就光看在总统大选上 就算总统大选上 你也提高川普总统的popular votes 所以说没有一票是浪费的 赶紧去投票 现在呢 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说 这个民调出来的 其实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让川普的这个支持者 depressed的不去投票 你知道吧 这个是不应该的 你任何一个人 只要你有投票权就要去投票 我 当然你支持川普是要去投票 你支持拜登呢 可以在家喝两杯 对吧 这个 你可以在家喝两杯 对 关键是 这个是开个玩笑 就是说没有一票是多余 不管你在哪 原来的时候朋友们问我 马萨诸赛应该怎么办 马萨诸赛我说你捐点钱嘛 但是我总觉得呢 你除了捐钱之外 你这一票还是要投的 虽然你代表这一票 只是你的一票 但是来讲 你这一票 有可能帮川普总统 在popular votes上提高不少 能帮你们本地的议员 拿到不少票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不能够说是什么 这个 以为我这票没什么用 你不去投这种不对的 不论民调是什么 都要去投这一票 这个事先说完 然后呢 我呢 看这些民调呢 我基本上我就这么说 我看到这些民调之后 你看现在可以说是 好多民调都贴在那 你要是想看民调 在打集合 你就去那个 real clear politics 那块你去看他那民调 上面显示的什么 这个那个什么 然后拜登这个领先多少 各摇摆州领先多少 等等等等 我看了这些民调之后呢 我就看了 好 但是我呢 第一 第一咱们 咱们就是 我认为啊 咱们脑子还算好使 不算 不算太 就是媒体说什么 一信什么 绝对不到那程度 呃 我呢 就是说 有几个事我解释不了 就是说 假如这些民调是正确的话 拜登将在全国取 取得一个大胜 是吧 但是 但是这个 这个我看到的很多的信息 跟这个民调结果是相当相当的矛盾 你看啊 第一个 这也都是来自主流媒体的 这就跟什么似的呢 小平老师 给我感觉啊 这就跟那个一个人呢 你大家有没有这种 这种自己那个 有没有生活里面 有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你试图 你啊 跟你的这个朋友啊 说了一句假话 说了一个假话 不论是出于虚荣心呢 还是出于什么呢 你跟他吹了个牛沃 或者说了个假话 说完了假话之后啊 你得拿十句再假的话 去填这一个假话的坑 因为你说了这个假话之后呢 就是说呢 有的时候你说话对不上 万一要是对不上 被人明眼人看出来呢 你觉得挺丢面的 所以说你以后说话呢 就还得往上再补坑 一句假话 以十个坑来补 然后呢 又给自己挖了坑 最后你早有说漏了的时候 这个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一直相信 就大家不要说瞎话 就是说呢 这个这个你要说瞎话 你这玩意 你早晚你得掉进去 所以呢 咱们都有这经验 我相信人人都有类似的经验 不论是多大年纪的是吧 就是你说了个瞎话 过两天被人逮着了 人觉得挺没意思 其实这主流媒体 跟咱们其实是一样的 他呢 发布了很多的民调信息 如果这个民调信息 是清清楚楚的指向 拜登肯定 这没什么说的 这个呢 那我们也就不多说了 假如说每一个 我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那我不多说了 对吧 这是毕竟民调 你尊重人家 这个这个民调的结果 可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信息呢 就很乱套 你比如说吧 第一个信息 我们看到的啊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两个 这是两个民调 两个不同的 这个组织的民调 都问 你是不是better off 就是你是不是 比四年以前要好 生活是不是 比四年以前要好 要我说你问这问题 现在这年头 你问这问题 你明白的是 这个想黑川普吧 因为你想 现在疫情流行的 很厉害啊 对吧 就是说疫情 我原本疫情 刚开始三月份的时候 我想这七八月份 还不就没事了吗 其实川普总统 也是那么想的 他那个纾困法案 也就是到七八月份 就结束了 所以我认为 到七八月份 不就结束了 现在这都十月了 还没有见到 有结束的这个迹象 你知道吧 不管你是什么 这民主党是怎么着啊 等等等等的 他是不是不开经济啊 还是怎么 反正总之还没有看到 一个缓解的迹象 现在学校里头 好多州的学校 还都没开 要么俄亥俄州的学校开了 你知道吧 校车开始 这个接孩子们上下学了 但是来讲 别的州 好多州 我都听说 学校还没开呢 还在那上网课呢 然后呢 这个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就是那 那明摆着 你想明摆着 你孩子也上不了正常课 你这个家长呢 这个工资呢 涨工资也就甭想 然后回头呢 这个好多人呢 就是连房租都付不起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主流媒体发出去的民调 有两个 一个是九月份 一个是十月份 两个不同的主流媒体发出去的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 这些信息都在网上 第一个民调显示 百分之五十六的美国人 受访的美国人说 嗯 现在啊 这个 我的生活是好的 就比四年以前强 然后另外一个民调 是今天早晨 我刚看到的 是好像是华尔街日报 发出去的 NBC 华尔街日报的民调 呃 可能我记错了啊 因为我看的民调 太多了 那么计划眼了 但是今天早晨 看到了另外一个民调显示呢 百分之五十的这个 呃 美国人说 呃 我现在的日子 比四年前好了 这两个数据 一个是五十六 一个五十 如果你比较这个数据 和当年里根总统 在1984年的时候 呃 这个做的相应的民调 里根总统在1984年的大选 可以说是 把民主党摁在地上打 然后赢了四十 除了明尼苏达以外 所有的州 还有DC明尼苏达 这两个里外 所有的州都赢下来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就在这种情况下 呃 里根总统当年呢 人家问 说那个 你觉得这个 呃 你的这个生活 是比四年好 就是84年的时候 跟80年比 他对里根总统的 只有45% 就是只有45%的人呢 这个说 我是比那年好 但是里根远远超过了 50%的州票率 所以说呢 你看这个问题 现在川普是 这两个 一个是50 一个是56 你比里根这个强不少吧 不 就是对他的政绩 很肯定嘛 就是这意思 这没什么说的 另外 他那个什么玩意儿 那你 你你你再说 假如说你是一个受访的选民 对吧 你是一个受访选民 人家说了 我现在生活好吗 嗯 还行 比四年前要强 好 那我问你 四年以前是拜登 奥巴马 拜登政府 而四年以后 现在是川普政府 你有什么理由 你说说咱们都都都熟悉周围的 这个这个美国人的做事方法 你什么东西没坏 你修他个什么劲啊 对不对啊 或者说是我觉得现在人家川普干的不错 我我改他干嘛 但这个事情呢 就和我们看到民调里边显示的这个 呃 川普的这个支持率落后拜登 十几个百分点 这这两个有矛盾啊 那都是你们这伙人做的民调 他怎么做出来 这民调怎么怎么不一样呢 就是说就是说 这这这里边有问题啊 然后还有呢 还有一个民调啊 给大家说 我看了这个之后 我就画了个问号 我说这里边绝对有问题 咱们这个年纪的人了 像我这四十出头的人了 咱们也有点社会阅历了 就是你发现这个 好比你办一个什么事的时候 好有一个地方出了一个 就是觉得你跟这个 这个这比较异常 你不要说掉以轻心 要咱们二十来岁的时候啊 那就说没事没事 不叫事 你知道吧 但是现在咱们这个年纪了 就是那出了一个 我看不懂 哎 这有点问题 你就得仔细去吃深挖 把这个东西挖出来 我呢 就是看到这个 我就说不对 这里边有问题 就是说你同样一伙 就是说同样都是一帮人 然后我就想起说瞎话 这个概念来了 肯定这里边有问题 我就得找一找 然后还呢 我们还看到了如下几个信息 然后呢 我还是还是跟大家说啊 这还是主流媒体做的一个民调 他说什么呢 咱今天要谈民调 咱就谈民调啊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 他说这个 你如果是川普支持者 是吧 假定你是川普支持者 你是多么的这个 有信心 把你支持川普这事啊 跟你周围的朋友同事 还有什么的这个 这个人数 假如你是拜登支持者 你有多么的这个 呃 有信心把你这事啊 跟别人说 结果我们看到了一个数据差异的 极大的一个数据 如果是拜登支持者呢 假如说这个人说了 我要投拜登 然后是 我是拜登支持者 然后呢 我是82%的可能性是什么呢 跟别人在那炫耀一下 说你看 我今天支持拜登 82%啊 82%的可能性 川普支持者呢 呃 只有百分之二十几 不到百分之三十 不过不是百分之二十三 就是百分之二十八 我这个 这这这看的多了 我忘了 反正是绝对不到 百分之三十的川普支持者 说 我呀 把我支持川普这事啊 这个 非常有信心的 跟我周围的同事朋友说 还有让这个单位里的人知道 你知道吗 很少这种人 就是说比拜登少了很多很多 拜登超过百分之八十 川普低于百分之三十 这差出百分之五十几个百分点来 然后一看这不对啊 这个 这这这这不对 这个 这这有问题啊 这个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你你你这样的数据 你这样的 好比说民调 你你这么做民调的话 那肯定有一大部分人不接你电话呀 就是说 或者说不回你这问题啊 假如说你你给人打过电话过去了 人家一说说 我假如这么说啊 咱说民调公司给人打电话 打过去之后人家都接 接完之后呢 都跟你说实话 这民调可信 但是现在这问题是很多民调打过去之后 我不接呀 你像我建了陌生号码 建了打过来 我都不接呀 你知道吗 十有八九是中国大使馆 我是来自中国大使馆 告诉你那个你的每某个签证过期了 你把那个号码告诉我一下 或者说你把你的那个社会安全号告诉我一下 我给你确认一下 或者说你有个快递 或者说是怎么着 或者说是我有一笔bcnese loan 你要的 你听他玩干嘛 所以说我一般见到这 我都不接呀 你知道吗 要是接了 就算你接了 你接了之后人说了 我是来自称智的rwork 我想问您几个问题 您支持谁 他都知道我电话号码 他能不知道我是谁吗 假如说你有50%超过百 不到30%的人乐意把这事说出去 大部分人都不想接受 就算你接了这个电话 大部分人不想接受这种采访 就说或者说是这个 说是一个自己的这些信息 所以说那你想 你这个选民是所有人 就是这个均匀的这个投票 是吧 可是你这个民调 只能调查其中的一少部分 尤其是川普支持者 人家不会理你的 你知道吗 人家不会理你的 就是说那我问你 你这民调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呀 就是就是你说到这 你有什么意义呢 咱从这角度来说 另外还有呢 还有呢 咱们再往下就是说一步 这是我就想到这了 我就说那我得查一查 这是究竟这是 这是为什么这个这个 这个有多少呢 结果我查了一下 那个有的民调会显示啊 就是说这个response rate 你知道陈老师 你在国内也做过民调 而且你是国内做民调的 这个老老祖先了 咱就咱就不多说了 你现在做的比较早 我做的比较早 就是那时候是刚开始 我我我我这个赶四 就是这样 我问你这么个问题 当年你们做那个民调的时候 他的response rate是多少 我们是这个派人啊 面对面的去做我也做过啊 那个我不能 我记不清的 我在海电证自己去发的时候呢 是这个啊 基本上保证 发一份要收一份的 你那是response rate 对啊 因为我我是把这份卷子给他 他填完 那么呢 我们有我们有 我们在边上看他填 是这样的话 就发一份要收一份的 你现在你的呢 你那个response rate呢 就得是百分之百了 然后呢 或者是百分之九十几 从事大级 对对 现在我看到的这些民调的 response rate 大家有的民调 publish他的response rate 有的民调不publish response rate 我看到的最低 response rate是百分之五 这大量的谈回去了 也就是说你打了一百个电话 只有五个人 愿意跟你说话 那我问你 愿意跟你说话的这伙人 他和总体的选民 是不是有一致呢 假如说他们两伙人 是一致的 只不过就是你样本小 这个可以理解 这个无所谓 假如说这个 愿意跟你说话的 这伙人的政治取向 就代表了整体的政治取向 这可以的 没问题 但是你能保证 这一伙人愿意跟你说话的 这伙人的政治取向 代表全体的政治取向吗 这个我说不准 但是有人就说 大部分就是很多 接受民调采访的 这都是一些女士 就是说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说 这是我引述别人的说法 主要都是一些 比如说中年40到50岁 60岁的女士 在suburban地区的女士 爱接这个电话 在你想想 在suburban地区的女士 我们也都知道 川普总统前两天 昨天好像是 在宾州举行 rally的时候 他可能是看着 内部民调的数据了 他在那跟他说 suburban woman 投我票吧 川普非常直接 人家没有什么 隐序 含蓄 像咱们中国人说啥事的话 又含蓄 把它讲成一个 你看 最后来个总结 没有 川普直接就说 suburban woman 投我票吧 我对你有好处 我把连租房的法案 给撤了 所以说你们家 property的价值 不会下降很多 你赶紧投我票吧 你要是投了民主党的话 连租房的 都让你们家去那住去 你就完蛋了 你们家房价就完蛋了 他跟你说这个东西 这东西什么呢 短平快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他为什么说这话 他说这话 说明川普的内部民调 显示这些suburban woman 对他的这个印象不是太好 他得提高这个suburban woman 这里边的这个投票 投票对他的支持 他就说你得投我票 你不管你喜不喜欢我 你也得投我票 因为我能把那个连租房 那块给你废了 给你这个废了 你要是投拜登的话 他给你到处给你安装 安置这连租房 我告诉你 你自己有的亏吃 所以说他说这个很清楚 所以如果你咱们就还回来说民调 如果你接电话的大部分 都是这些suburban woman 而且他对这个川普的这个 没有太多的好感 这一点我认为 川普的这个 这个这套说辞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了 所以说我们 我们觉得 这一条也靠谱的话 那就说明他们是有bias 而不是说 这个这一个接电话的 这百分之几啊 是代表全体的这个选民的 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看了这几个信息之后 我最起码得到这么个结论 就是说 现在民调上显示了 对拜登的支持率 这个是非常非常 值得怀疑的 因为我看到的这个就是 这个非常 就是都是你这一个信息来的 就是了 都是主流媒体的这个信息 我把这个东西拿过来 一看这不对 这里边有问题 而且这问题还不小 然后呢 下边就是我的分析了啊 前面这些都是数据 下面就是我的分析 我就想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事 是吧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事 第一呢 咱得这么说 那个2016年发生了什么 咱们都知道 但是我在我 尽可能在我的采访里面 尤其小平老师 咱们这个 咱不能总说 2016年这个他们选错了 或者是怎么着 咱说那就没什么劲了 你不能拿那个 就是2016年 他们搞错了这个事 当成个挡箭牌 你这么一说 就没什么劲了 你总提2016年 你这样好像觉得 你理屈词穷了 就拿他一个拿说事 但是我就想了 2016年咱们都知道 是吧 这个媒体可以说是 一面倒的全错 民调一面倒的 我指的是公共民调 就是public opinion pooling 就这些人的民调 是一面倒的全错 就有个把几个没错的 这是剩下的一面倒全错 如果这些一面倒的全错 咱们用咱们老中的思维 说咱们批评与自我批评 说这事办错了 办错了之后 咱们坐起来 咱们开个会 聊个天 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弄错了 大家找找原因 咱们争取下次 别犯这个错误 这一种呢 是你脑子里的虚拟现实 这个是虚拟现实 这是普通是一个正常人 就是应该想到 我应该这么做 可是由于这个 咱们也都知道 这个 这个现在这些民调公司 这些都是一个个的官流机构 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也是 你是 他有可能是 他有可能是私营企业 或者什么的 但是他里面呢 有 有组织结构 有人就有江湖 有江湖 他就有人 这个就在里边倒江湖 所以说呢 你看啊 假如说这个事出来了 他比如说你这是一个ABC公司 比如说比如说啊 CNN就把他的那个2016年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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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给就是Poster给给那个开除了 说我们换别的公司 你这一不准了 换了另外一家公司 我看这也够强 他怎么回事呢 他把这些人 就假如说你是小平老师咱们都知道 假如说咱们有一公司啊 他不是说这个这个做了个民调 结果不太好 结果不太好 大老板肯定生气啊 就把底下那些小喽啰们都召来了 说你们这都怎么干的 这工作啊 你们这这太不靠谱了 你这这数据怎么差这么远 希拉里 你们还百分之九十几 说希拉里 这个什么 但是 但是说 嗯 但是说这个底下这帮小喽啰们 他们想的不是说 因为小喽啰们想了 我又不是大老板 我拿不着你拿了多钱 我就是把我这一部分干完了 我混口饭吃就完 结果回头你 现在你这个锤子打下来了 压下来了 我怎么着呢 我不能说自我检讨 这这这我跟你说绝对不好 就是说几个部门的那个经理坐在一起 一个部门发挥自我批评精神 这个部门就倒霉 因为别的部门就说 你看他自己他都说他弄错了 那肯定是他责任 把他开了吧 这个人就可能开掉了 所以你在这个各个部门在一起开会的时候 你绝对不能示弱啊 所以你就得说 你就得想办法甩锅 你就说这事是那个数据部门 他们调错了什么 数据部门说是电脑部门分析 他错了 结果最后就搞的什么呢 大家互相指责 指责了一通 还是什么 最后是该干嘛干嘛 没有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个整个的过程 所以说这些民调部门到什么 到现在还是这样 就是说他不是说你说你这事办错了 他有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 经常有一个客观衡量标准 你拿个数据读个数什么的 你有客观衡量标准 你要做个物理实验什么的 现在这个事是四年一次 对吧 这种事再说两年一次四年一次 你知道吧 你中间没有什么呀 你中间没有话 你永远有话 咱们都在美国公司里边待过 也在美国学校里边待过 你就算这事办得天错 然后你在那开会的时候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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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命说一通把大家都说晕了 就跟你跟那个这个这个 你没有责任没啥区别 最后领导出来祸祸悉泥 然后说就完了 这个事情没有根本上的解决这些民调 为什么把这个事情搞错的原因 那就是搞错 你为什么搞错了 他们没有吸取教训 是因为这个不是说人们不想吸取教训 是因为他这个现在的这个公司体制 他吸取不了教训 你知道吧 他吸取不了教训 这是我的想法 这个假如说我的想法 哪有偏差大家不同意的话 我承认 所以说我呢 就那你说你既然 你既然你都明白这个道理了 那我们就得看了 谁在2016年的这个 这个民调里面显示的比较好 就是这个结果比较靠谱 我们呢比较倾向于相信他的数据 另外呢 还有就是呢 就是现在不是今年的情况 不是mail in 这个mail in vote ballot 还有这个early voting已经开始了 很多州已经开始了 我们呢 监测一些那些州的数据 也能得出一些结论 然后咱首先说呢 就是咱首先说 就是说这个 咱们就说哪几个民调公司靠谱 我看到了有 我认为啊 有三家民调公司靠谱 就是在2016年的这个总统大选里了 呃显示出来的三家民调公司是靠谱的 这三家民调公司呢 第一家呢 就是那个LA Times和那个 呃 USC的这个民调公司 可惜啊 我今年再查那家公司 我查不着了 你知道吗 我查不着了 他把LA Times给去了 就剩下USC 还有一个 我上次没听说过的名字的一家公司 明白那意思吗 就是说他这个 这个这家公司就是LA Times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民调我没找着 如果有些朋友们说 我找着了 你没找着 那那赶紧跟我分享 但是我真没找着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我发现了他呢 民调公司他 他呢 在六七月份的时候呢 呃 就是这个南加州的这个 这个这个民调 六七月份显示拜登领先 川普落后 然后呢 八月份以后 就是当这个 共和党的这个 这个坎文胜开完了之后呢 他显示 这个两方旗鼓相当 就是说有一组数据 显示两方旗鼓相当 甚至于川普稍微领先一点 结果 他办了一件什么事呢 他把他模型给改了 你知道吗 就在九月初的时候 他南加州把他模型给改了 你 你这有点做的有点太明显了 是吧 就是说你 你看着川普好的时候 把那个拜登的那些deficit 都已经给那个 这个这个给 给赢回来之后呢 你把模型改了 这事 这事说不过去 你大选期间 你这一场你改模型 这时候有点说不过去 你知道吗 当然人家 你人家要问他 你要是问他 你为什么改模型 人家有一百条理由等着你 或者是一千条理由 为什么我们这么 找几个能说的 写几个长文 我跟你说 脚脚 但是我就问 你为什么现在改模型 你一年以前干嘛去 或者说是疫情爆发 都半年多了 你五六月份 那阵子干嘛去 你说你疫情不了解 我五六月份 那阵子干嘛去 你怎么现在改模型 这个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第一家 我认为比较靠谱的 第二家比较靠谱的 我认为是 那个Rasmussen Rasmussen Rasmussen 第三家比较靠谱的 就是特拉法加集团 但是最近又涌现了一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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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得观察 这家靠不靠谱 我们得观察 就是那个 National Democracy Institute Democratic Institute 这家 NDI的这个民调 也显示出来了 就这家 我们还得观察 你知道吧 所以说呢 我们主要是看 Rasmussen 特拉法加 还有这个 南加州 但是南加州那也没法看了 它没了 就是LA Times 南加州的那个 我找不着了 就是说谁要 如果能找到 你帮我 帮我找不找 但是来讲 我是找不着了 原来叫南加州 LA Times USC民调 现在就是USC 和另外一个奇怪的名字 我不知道是什么 他把那个改了 所以我基本上呢 就是看这个 特拉法加和这个 Rasmussen 而且我发现呢 特拉法加和Rasmussen 这两家公司的 这个领导人之间呢 可能还经常有 互动 是怎么着呢 就是Rasmussen 这个特拉法加 那个贴了个 那个民调结果出来 Rasmussen总转贴 你想你们都是 干一个行的吧 然后呢 他人家 按说同行是冤家 然后但是他们 这个贴完了之后呢 那边还转贴 你 所以说呢 这个挺有趣 你知道吧 这个挺有趣 我一般都是看 这两家民调 你知道吗 这几家民调 还有是NDI的民调 NDI的民调呢 就是说呢 他也不能说是 平白无故钻出来的 他在2016年 成功的预测了 Bree Exit 他有两个office 一个在伦敦 一个在华盛顿 两个office 针对英美的这个 格大洋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民主的海民主啊 选举啊 这些玩意儿 他做的这些 public polling 然后他得出的结果呢 就是对 Bree Exit的预测 是相当的准 这个这个 Bree Exit 好像赢了四个点 他呢 预测Bree Exit 会赢三个点 所以说呢 他蛮准的 对于大选呢 2016年的预测呢 其实当时 我都没看他们数据 因为他是 也不知道 从哪儿端出来 那么个数据 就没法弄 没法没法看 但今年的数据显示 他的数据显示的 当然是 最让我们这个 觉得惊奇的 他显示什么 到现在为止 10月份的民调出来了 他显示川普在全国 popular vote这个级别上 领先拜登一个百分点 那这个领先拜登 一个百分点 然后在各摇摆中 就是各大摇摆中 他领先拜登 6到7个百分点 你知道吧 6到7个百分点 这个和其他的各民调都不一样 有很多民调都说在 俄亥俄 拜登领先 川普3个百分点 都是说这个 然后他那说的是 俄亥俄最少领先 川普最少领先 7个百分点 这礼拜里 10个点就差出来了 你10个点 小平老师 你10个点的民调 如果你每次调查的 假如说总体样本是1000的话 你10个点 可是差出100个 这个里外里 这个差出来 你这个差的就有点多了 所以说 必定他在他的方法论上有问题 这个方法论上绝对是 双方有问题 我不敢说是谁对谁错 但是我总觉得 双方方法论有问题 你知道吧 就是说 他肯定是在方法论上 因为咱们都跟美国人共过事 美国人共事 美国人共事 你就算他再怎么着的 他不会编造数据 他不会像共产党似的 你知道吧 你共产党 你共产党的数据 咱们就不多说了 是吧 你比如说 共产党说武汉疫情 我说 我要把数据上调50% 人家就上调50% 整整整整上调50% 然后给你圆个整啥的 就是整整整整 就是武汉疫情 那个卫健委发的数据 就是比上调50% 绝对都不再多一点的 我看了那数据 我就乐 我说你哪怕你圆会圆会也行 你这么看的话 造假太明显了 但是在美国 就是说 好比说你打了电话 小冰老师 你给人打了电话 你要做民调 你给人打了电话 人家说 我支持川普 你肯定就得说 这个人是支持川普的 你把这个数据得 如实的给人报上去 对吧 是那意思吧 你就得给人如实报上去 至于你上面 怎么出别的报告 我不管 作为我基层打电话的人 我绝对不会给你造 这种基础数据给你造假 这个我不会 你知道吗 但是呢 基础数据造假 这也有 有这个 怎么说呢 人家那个不叫造假 就说 美国这边的造假 是系统性的 有技术含量的给你造假 你知道吧 就是说如果 然后咱们再说 一直他为什么要造假 那个 哎呀 这是话题太多 你这是展开头太多 有时候是low不回来了 你知道吗 这个咱就这么说 另外咱说小平老师 你说这么说 你说你吧 假如说你是 为campaign服务的 他不是说 你为这个川普campaign 当铺 做铺 你这叫internal pooling 你这个数据 只能给川普campaign 你不能拿到别墅去 川普campaign给你钱 作为补偿 你这个数据 没别的毛病 我就要求你准 你只要准 我知道往哪花钱 就OK 你知道吧 所以说internal pooling 就是没有人会把 internal pooling的数据 给拿出来 我好比说 咱俩竞选呢 我黑你 我说小平老师 干过什么什么事 或者怎么着 我有你的那个 我有我的 这个internal pooling 我不会把我这个数据 公布出来 我这个数据 一公布出来 你就知道我的弱点 在哪了 你就可以打我了 所以说这个internal pooling的数据 是不会出来的 现在出来的都是 public opinion的pooling 这些公司的pooling 你这么想 人家是为啥 人家这些公司是为啥 有些公司 咱也别说这个 这个大部分这些公司 都是为赚点钱 你知道吧 都是为赚点钱 你赚钱 你不就 你咱们这年头 你销售 你你搞销售 你不就得搞 那个人家乐意听的吗 人家好比说 想咱们前些天 咱们我记得 咱们以前开始 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这个这个小平老师 咱们俩 我不就跟您开玩笑 我说你开个民调公司 然后呢 咱们就咱们就开始 谁有客户 谁有什么需求 哎 咱们就说 你学几个点 跟我说 多大点事 我都给你做出来 当然这个事情 是点极端 但是来讲呢 这些人其实是靠 就是靠这玩赚钱的 靠这玩赚钱 人家就现在 就是出这种 金主喜欢的民调 你到时候最后 这里就是有趣 就商业公司的民调 和基于纯粹研究的民调 这个会有不少差异的 是啊 你肯定的吗 他这个 你为挣钱 你说了 你为挣钱 人家说了 人家我是民主党人 我资助你 给我搞一民调 结果回头搞一民调 本来川普领先我多少多少 我不给你钱了 人家就说 我就不给你钱了 你怎么的 你没辙吧 你得想办法 弄出一个 人家喜欢的民调来 因为这些公司 它是靠 它是靠这玩挣钱的呀 因为这也有 那有人说了 你买这个民调 到最后 还是那样不对的 他这个 如果你要是说 如果打击川普的 这个支持者的 这个投票信心的话呢 好多人如果真不去投票 觉得我这一票 投不投 没什么劲的话呢 那这样的话 这个 它的作用就达到了 所以说人家花这钱 也不白花 然后呢 你看人家说了 说我花你这钱 我买民调 你最好给我 把我这人呢 给做高点 这个事其实是在 2016年和2018年都有 你像那个 最有思锤是吧 嗯 昆尼亚派克大学的 那个 你别听 那是昆尼亚派克大学 什么这呢 大学应该怎么着 哎 我跟你说吧 那就 就那回事 你要是 昆尼亚派克民调 正确的话 中期选举的时候 共和党 在这个 密苏里 根本赢不了 共和党 在佛罗里达 民主党的 那个州长候选人 领先 德桑塔斯州长 现在的德桑塔斯州长 七个百分点 就是那个 昆尼亚派克大学 民调做出来的 然后说 这个谁 那个 比尔·奈尔森 就是当时的 佛罗里达的 民主党参议员 领先 那个 瑞克斯高 他现在的 这个参议员 领先五个百分点 动不动 就是这个 就是那 你 你 你这连打完了 两年之后 你要出来 这就没什么劲了 他呢 他之所以这么干 他就是想 把握一下 选民投票热情 然后呢 金主出钱了 我想看什么结果 你就得给我做什么结果 你做这个结果 那就 那有些朋友就说了 那你就 你这前后说话矛盾了 你说人 美国人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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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操守 尤其是基层这些数据 收集上来 人家不会给你造假 就是基层 人家不会像共产党似的 你知道吧 随便给说一说完事 但是他那基层数据 不会给你造假 但是来讲呢 就你这为什么说 人家还能够 有一定的余地 把这个数据做成 你基础数据 如果是真的的话 你你练出来的 就是说做出来的结果 应该是基于基础数据的结果 应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呃 这里边有几个变量 你可以调整 你知道吧 第一个变量 你可以调整的 就是这个选民的 这个 选民究竟是 就是你给谁打电话 这个事你能调整 你知道吧 这个这个事呢 那咱们原来都说什么 water break up 你选民你给谁打电话 这事能调整 怎么个调整法呢 是这么个人 他呀 这个现在的这个 大家看民调的时候 你动用你看这个民调 都会显示 这个是多少多少 likely water 多少多少register water 这个 这第一个这个岔子 就出在这个register water 和likely water 这个区别上的 比如说 你想把这个民主党 给做高了 好别说 你想把民主党做高了 你们这个区呢 基本上处在 你比如说 处在一个 比如说宾夕法尼亚吧 假如说你们这个趋势宾夕法尼亚 你做宾夕法尼亚民调 呃 你想把民主党数据做高点 是吧 那你怎么着呢 宾夕法尼亚的民主党注册党员 要比共和党注册党员要高 这个事情没什么说 你只要把这个 各郡的民主党注册选民 这个数据都给曝出来 然后一加 这是很简单 这是一个事实 然后但是呢 今年由于共和党有基层的 这个这个这个 底层的这个 这个ground game 他呢 现在新注册的共和党人的数量 比民主党高不少 高多少 我数据都忘了 反正得高个几十万 然后大家就这么想 你今年要选举 结果这些人呢 都是今年注册的 你想这一帮人肯定是应该是投票的 这个积极性比较高吧 因为registered voter和likely voter的区别在哪呢 这个registered voter 有可能我不喜欢我这个党的这个候选人 我不去投票 这个以前我记得咱们小平老师 咱们在这个这个这个 咱们这个节目里边稍微讲过 如果那个 我觉得他们以后可以看一下咱们以前的节目 也给您增加点以前节目的流量 就说怎么呢 我不是做广告啊 然后呢 是这样 他呢registered voter 未必去投票 因为他对本党的这个选民 他有可能我 我不喜欢 很多都不喜欢拜登了 这都是很多的 然后他就 他就不去投票 但是likely voter是铁定要去投票的 你就是说 我们认为likely voter应该是去投票的 但是这个民调在做的时候呢 就 那你就得什么了 你看有的民调呢 就手法比较糙 就是人家也别registered voter 也别likely voter 就说了 成年 adults 就是说 在美国境内的成年 adults 就是说这个成年人 我在美国境内成年人 然后你还 如果人家指责了 你这不对 不对啊 你这个怎么能找成年人 我们美国成年人 我们天赋人权 我们有宪法 我们有 给你讲这玩意儿 你知道吗 然后回头 他为什么找这些 因为这里边有很多的 非公民 有很多的这个 你比如说 我给adults打电话 非公民 你鬼都从哪来的 甚至于 你是不是这个国家公民 是不是居民 是不是合法移民 什么 你都不知道啊 对不对啊 然后呢 一帮人是这么打电话 他也不说 我这是registered 还是likely 我就给这帮人 我就从你们这里边 那甭问的 民主党数量肯定高啊 因为这个 如果你打几个非法移民的话 人家都恨川普 恨的可以说是牙长四尺了 所以说那你想想 那肯定高 不用多 几个点就行 几个点呢 就能显示出来这个 你知道吧 然后呢 这个稍微有点脸的呢 就是说呢 就是得做得隐蔽一点的 你不能这么干 你直接这么说 我直接问adults 这不行 咱这样呢 他怎么着呢 他呀 还是给那个likely voter打电话 他认为的这个是 另外换句话说 likely voter和不likely voter 这东西 你有个准确界定吗 假如说有一个人 发布了一个标准 大家都拿他约定俗成 用这个标准去衡量 那也可以 但是说你likely不likely 那不是我民调公司说了话吗 我想likely就likely 我说你不likely就不likely啊 然后呢 我这样呢 好比说我们这个党 这个郡里头 民主党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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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注册选民人数比共和党高 比如说五个点吧 高五个点 然后呢 但是你如果看了实际的党派注册 今年注册的那个共和党比民主党高 但是你就选择说 那我觉得还是register的选民靠谱 这个新选民 我们觉得这里边有问题啊 好多人就那么一注册 他也不投票 他跟你说这玩意儿 然后回头呢 他就说了 那我们还是什么呢 给这些选民打电话 就是给这个likely voter打电话 但是我用这个register voter的这个这个百分比 来把它给加到一起 这样的话 合着是他通过调整这个选民的百分比 他对外公布的数据 那从来都是 哎呀 我这都是likely voter 我的确打的都是likely voter 但是你那百分比是用register voter算的 你怎么不提呢 人就不提了 你知道吧 人就不提了 这样的话呢 尤其像今年这种情况 民主党的register voter在很多摇摆州 它是多的 这个没什么说的 但是共和党的这个这个新增的人数多 就是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呃指示 显示共和党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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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ly voter要多一些 但是这种事吧 你说不清 人家用register的给你那个投票 你一点折没有 人家给你做出民调了 我这也不算造假 对吧 我打的电话也都是诚实的 记录都是真实的 我这个也不算造假 等大选要是赢了呢 那你看我就能出一好几天 要输了呢 我去度个假 挨骂几天无所谓 我钱挣到手了 你懂我那意思吗 就是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把这些事情都综合起来之后 我觉得 小平老师也应该知道我想说什么了 就是说我认为最起码咱得出一个结论是民调不可信 就是就是很多民调不可信 看看就完 这个有一个观点了 就是历史上这个民调正确的比较多 那么2016年翻船 这个是例外事件 那么我有个看法 如果假设我听您的意见 如果2016年翻了一次船 如果2018年 或者2020年再翻一次船 那么我可以说历史上民调是正确 但是这些民调都可能对川普这个方法可能不合适 所以最终啊 错就错的 如果2020年的民调最后被证明是错的 跟2016年一样 那么这套规则应该对川普不合适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给我感觉这跟川普规则对川普合适不合适 这个可能有点关系 给我另外感觉是这个民调公司极度的商业化 和他不把这个民调的准确性 而完全是什么呢 谁给我出钱 我就给谁说话 这种的这个太商业化的这个运行方式 你不应该运在public polling里面 但是这种事你没法说 人家出钱了 人家出钱了 人商业行为人出钱了 你不就得让金主高兴吗 就这问题 人家这就说白了 这不就是人家点你了 你这不就得让这个人家高兴吗 就这问题 这个说说操了就是这问题 所以说呢 今年这个另外今年跟川普有关系 您说这点很对的 今年大家为什么投就是我认为川普这是必胜的 这个川普今年是必胜的 这个我得非常清楚的跟大家说 不是说我头脑一热 或者说是我压大小 我赌或者是怎么着的 今年川普是必胜的 是基于我几个观察 咱们就就就就说一下 今年这个就是咱们这么说 咱们对美国凡是看咱们节目的 我相信对美国大选 他都是稍微有点概念了 不论你从中国来 你从中国来的欧洲来的 先先先先先歇会儿 就是说呢 就说在美国的这一片的 咱们大家可能都知道 不论周围什么 投川普的人 你像我们这样 像我不敢说别人啊 我知道别人有好多 我都是真心的觉得 川普是一个做事的人 川普真正能把这个国家 领向正轨 而且川普做的事情 都是和我们利益高度吻合的 所以说我强烈支持他 是因为我支持他 我才去这个投川普 而且我要跟说 很多反川普的人 是受了他这个川普政策的 这个坑了 你比如说 那个卖药 抓个的 这个pharmaceutical company 他有很多middlemen 这些人就被川普给黑了 就相当于他签的一个 Zag the order 你没有办法再高价倒药了 或者是怎么着 这些人是被川普黑了 这些人投川普的反对票 我觉得没啥问题 你知道吧 就是说我觉得 这肯定的嘛 对吧 你把人犯门端了 你肯定得 人家肯定得告你 还有就是什么呢 就是凡是川普的政策 让你吃了亏了 让你这个 让你本来你的蛋糕 你像原来 给那个公司里头 进行critical ratio 培训的那些 教你如何美国是多邪恶 就给他们做培训那些人 现在联邦政府 都不顾那些人了 联邦政府都不顾那些人 做培训了 你这些人做培训 平时你这培训多简单 你到人单位去骂一通街 你这个钱就到手了 说美国有多邪恶 交了一通 然后钱就到手了 你这钱多好赚呢 你连备课都不用啊 你知道吗 就就就就 这钱就到手了 但是现在这个全取消了 那人你肯定得骂川普嘛 你你把我这都取消了 我我我我我跟你急 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人吧 咱说句不好听话 你见到很多的这个大V啊 或者说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在网上啊 就是说有点人气的这个这个人呢 在那骂川普的也是有的 对吧 这些人就说川普这也不行 他有什么破产 有什么说这说那 你知道他 那你说人川普有五百五十多家注册公司 那个市值就是说光他这些注册公司 他可是从原来这是从那个他爸爸那借了一百万 然后开始玩命之门开始这个精英 现在是价值是他当他当选的时候 他的市值应该是十个币 你知道吧 就是一百亿美元吧 就是他说一百亿 就是说最终咱们最差最差 根据他那个选举结果 得的是四点几个币 就是四十多亿美元 那也是天亮数据了 你四十 假如说你这么说 小平老师你有十个亿 我有二十个亿 或者咱别这么举例子 这么说你有十个亿 我有一个亿 咱俩说实在的 其实在一个级别上 咱俩吃喝用度 什么这个什么 是区别不大的 就是钱过了一定级别之后 富豪就是富豪 他们之间是平等的 因为你就是数字了 你有再多的钱 你就是数字了 川普总统那四点几个 四点几个币 四十多亿美元 那不少了 这属于是人间 就是人的 人里边的这个 这个这个人中的这个胜利者 可以说是 他是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 可是有一帮人 就在那说 川普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这些人说这句话的动机 除了是有人给他钱 假如说这有人给 假如说你是就是一个普通中产阶级 挣paycheck的 你说川普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我只能说 你没有看到川普总统 对这个国家做的重要贡献 也没有看到川普总统的政策 有何好处 你所关心的 就是你可怜的一点成功感 你自己呢 可怜兮兮的那一点成功感而已 因为你可以通过贬低川普 来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中 获得你 我这个人比川普还牛 那个那种成功感 这就是精神鸦片 我认为很多人在那骂川普的这些人 而且你要是 你要是布隆布尔格骂川普 是吧 咱也就不 因为布隆布尔格在那个初选中 被人家打成什么样 他跟川普比 应该不是一个级别的人 咱就先不说 就说刚刚说财产的量 或者是生意的量 你要说布隆布尔格骂川普 或者是藐视川普 咱还说这俩最起码一个级别 你跟他差着好几级 你回头你这个什么玩意 你鄙视人家 你不就追求这种 这个虚拟的成功感吗 你这而且是精神鸦片的成功感 你成功感 你回去睡个好觉 第二天没什么用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很多人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这些人是恨川普 不是说我支持拜登 说拜登有多好 拜登有什么政策 他说不出来 但是我支持拜登 我就是我恨川普 我支持拜登 这样的群体 他的投票热情不会高 他的投票热情不会高 你知道吧 这个呢 我给打一个例子 就是好像呢 现在的这个川普 对决拜登 这个这个这个瑞斯 有点像 我只是说有点像啊 有点像2012年的 奥巴马对罗姆尼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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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选举 你知道吧 这个奥巴马对罗姆尼 当时有些人分析 说共和党的基本盘 把这个呃 奥巴马都恨死了 说投票热情巨高 说什么 哎呀 我恨奥巴马 恨的不行 罗姆尼他不管 他是不是基督徒 还是什么这个 什么这个呃 这个罗摩门教 我都要去投票 我要反对他 结果有些人就是说呢 你看我们共和党 基本盘投票热情这么高 我肯定能够战胜民主党 他做了好多假设 结果事实证明 这些假设都是错误 就是说给我的感觉是 你光靠恨一个人 你去把他投出去 这个不行 这个是绝对不行的 是绝对不work的 因为川普有很多 共和党基本盘 外加一些以前 都根本不投票 不care的一帮人 突然就觉得 就是也不是突然 这几年川普的政策 让他觉得 这个人值得选 这些都是非常可靠的选票 所以说 这个我说的基本盘是 我说的这个投票热情 是指的 基本盘投票热情 加一些以前 根本不投票的一些人 的投票热情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有一部分什么呢 有一部分叫做 不管你是黑的 或者是晒 晒就是害羞的 就是说 就是说不想不想太 不想太出头露面 做这些事的人 他呢 支持川普 这些人是存在的 在我们生活中存在 因为投拜登的票 都是反拜登 而这个都是反川普的 而这个支持川普 都是支持川普 合着没拜登什么事 就是拜登只是一个载体 没有拜登什么事 拜登在旁边 围观 因为你们俩伙人 去打架 拜登旁边围观 这个是他的 现在的情况 这我相信 咱们在美国的朋友们 都会能够观察得到 这种情况 如果你单独靠恨一个人 你想把他给 walt out 这种可能性不足 你知道吗 就是你完全靠 这种方法是不可能的 就是你 因为中间选民 我也不恨 我也不怎么着 但是这时候 就体现出这帮 以前不怎么投票的人 哎 其作用了 这些人大概有多少呢 也不会有太多 你甭指望说是同仇敌凯 什么大家就99%那是朝鲜啊 在美国呢 就是说你甭指望太多 大概给我预计啊 也就5%左右 就是100个人里边有5个人 突然觉醒了 哎 或者说是突然说是我要改弦更张了 或者是怎么着 100个人里边有5个就不少了 这5个人 如果我们能够加在共和党一侧 这些人都是平时不怎么投票 或者是不出投票 或者说是对你这电话 我也不接 我也不接你这电话 我也不怎么着 这几个人一出来 尤其是这些人在什么呢 在这个中西部地区 就是这些摇摆州中西部地区 他可以说是占有决定性的力量 这些人只要一出来 这个大选就结束了 他们支持川普 这个大选就结束了 拜登会输得一塌糊涂 在中西部这块输得一塌糊涂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密歇根和宾夕法 宾夕法尼亚先不说 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的初选数据就是显示 民主党原本初一的 说是我们能动员基本盘 把川普投出去 不对 现在我们没有看到 在密歇根总共的这个 现在有的人登出来的数据上 我们没有看到民主党 就是他的投票热情 ten out高于2016年 没有 就是说他的数量可能高了 但是你放心 就是他的数量 因为今年是疫情的情况 我指的是他和共和党的力量对比 没有 没有超过共和党的这个 甚至于共和党在有的 这个俊出现了领先现象 在提前投票和early voting 这些东西就出现领先 这个是一个非常反常的情况 这个事情只有在2016年的 这个佛罗里达初选的时候 我们观察过类似的情况 就是共和党在一段时间 就初选的一段时间 去领先于民主党数量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可能的 很多人都认为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来讲一般都是共和党 在那个投票日那天 可以说碾压 把这个数补回来 但是他居然在提前投票的时候 已经相视 两方已经提旗鼓相当 而且大部分民主党的票 民主党的精锐已经出来了 现在我观察到了 有些人报道说什么 民主党这个投票 比共和党多多少 那说明他的精锐部队已经出了 他的主力 他的王牌已经出完了 现在往后再往后 每一天最后他们这个各个的 这个early voting的数据 都会post出来 我们看到的数据 应该是对共和党有利的 尤其是集中在中西部各州 你知道吗 尤其重中之重 就是密歇根 威斯康星 宾夕法尼亚和明尼苏达 新汉木舍尔这几个州 这个 你用你的话说 就是说共和党